中国正在改写建筑规则 用巨型项目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工程极限 让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们叹为观止 想象一下 巨大的水坝发出破纪录的电力 隧道穿越不可思议的地形 以及高耸入云的桥梁仿佛行走在空中 这些项目不仅规模庞大 而且建造速度惊人 高速公路 跨海大桥和高速铁路 都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拔地而起 但真正的问题是 中国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工程奇迹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答案 就藏在一座座让世界震撼的超级工程中 首先 让我们从最具代表性的奇迹之一开始 三峡大坝 世界最大水电工程 整座大坝长达2.3000米 高181米 耗费2800万立方米混凝土和46万吨钢材 它不仅是全球最强水电站 年发电量高达1188亿千瓦时 还打造了内核航运奇迹 万吨货轮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大坝的五级船闸 与世界最大升船机 让长江真正成为黄金水道 但这还不是全部 在大坝内部 隐藏着另一个令人震撼的工程奇迹 那就是世界最大的船用升降机 这座高达120米的钢铁巨垢 就像是为船只建造的电梯 能在40分钟内将重达3000吨的船舶 升降至不同水位 而这段过程 过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 而现在只需要40分钟的时间 大大提高了航运效率 它采用了精密的平衡配重系统 利用上百条钢缆与庞大的液压装置 实现极致的稳定与精准 对许多工程师而言 它不仅仅是运输系统 更是一种信号 中国正在重新定义不可能的边界 从滔滔长江的水流 到这座宏伟建筑的毅力 三峡大坝所代表的 不只是力量 更是远见于对自然的掌控 但三峡大坝的意义 远不止发电与航运 它更是长江流域最强大的防洪屏障 在暴雨季节 三峡大坝能精准调控上游洪峰 将高达221亿立方米的洪水 储存在水库中 有效削减中下游洪峰流量 保护武汉 南京 上海等沿江城市 数亿人口的安全 在过去十多年中 大坝多次成功蓝红泄洪 平衡流量 为下游赢得宝贵的防灾事件 这不仅是工程的胜利 更是人与自然博弈中 最具智慧的成果 如果说三峡大坝代表着中国与自然抗衡的力量 那么在城市中心 一场同样震撼的中国速度也在上演 想象一条城市最繁忙的交通动脉 白天黑夜都被堵得水泄不通 现在 这座位于交通网络核心的大桥 突然变得危险 必须要进行更换维修 但是不能导致正常的交通运行 也更不可能封路几个月 这对其他国家来说 这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交通堵塞 但对中国工程师来说 却是一场展示奇迹的舞台 这就是北京三元桥更换工程 这座位于北京三环路上的立交桥 每天承载超过20万辆车流 长期重载运行让桥梁结构严重疲劳 甚至出现变形 按常规的方法进行更换 可能会导致该区域的交通陷入瘫痪 于是 中国工程师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案 那就是不重建 而是直接换新桥 2015年11月13日午夜 大桥封闭 随即一场油吊车 切割机与重型设备 组成的工程交响曲拉开帷幕 老桥被精准切割成27个巨型构建 其中最重的一块高达139吨 几乎是两头蓝晶的重量 每一块都必须被小心吊起 否则一旦偏移 后果不堪设想 这简直就是一场高空喋喋乐的生死游戏 与此同时 新的桥体早已在旁边预制组装完成 重达1300吨 问题是 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 如何将这样庞然大物精准地放到就桥墩上 答案就是启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神陀号模块运输车 这种特种车型 每辆车安装有96个轮子能承载惊人的重量 数十辆 SPMT同步作业 像五者般协调 把新桥整体抬起 平稳移动 再以毫米级精度落位 工程师使用GPS定位系统与激光测量仪 实时监控位置偏差 确保整个桥体安装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整个桥梁更换的过程 仅用了43小时就完成了 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 北京这座超级城市的交通动脉 完成了全球最快的换桥记录 一个可能让北京瘫痪数月的噩梦 被中国工程师以速度 创新与胆识完美化解 这不仅仅是一场工程 更是一种信号 在中国不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网民看到后 瞬间惊呆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中国人能在43小时内 造出一座桥出来 因为在美国 但是建造一座简单的桥梁 就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我们家屋前的一盏路灯烧坏了 他们竟然花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才把它修好 看到这些来自海外网民的评论 我也是哭笑不得 对于中国基建的速度 英国的一位教授也是肃然起敬 这位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道 中国其实也有尊敬 Jory, former Czech president, Vaclav Havel, I think, put it best. He said, all this has happened so fast, we haven't yet had time to be astonished. To remind myself how astonished I should be, I occasionally look out the window in my office in Cambridge at this bridge, which goes across the Charles River between the Kennedy School an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2012, the state of Massachusetts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renovate this bridge, it would take two years. In 2014, they said it wasn't finished. In 2015, they said it would take one more year. In 2015, they said it's not finished. We're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en it's going to be finished. Finally, last year, it was finished three times over budget. 隨後又分享了自己去北京開會時經過三元橋的經歷。 Now,compare this to a similar bridge that I drove across last month in Beijing. It's called the Sanyan Bridge. In 2015, the Chinese decided they wanted to renovate that bridge. It actually has twice as many lanes of traffic. How long did it take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How long did it take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What do you mean? Take a guess. Take a look. The answer is 43 hours. Now,of course, that couldn't happen in New York. In 2015, they learned how many people have changed. In 2015, they said it was too much. In 2015, they said it was really a business. In the case of the project in Long Island, This is a time for use. In 2015, they said it's not for 是一个目标的领导 和一个政府 that works the most ambitious and most competent lead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oday is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e's made no secret about what he wants as he said when he became President six years ago his goal is to make China great again 没错 这位有智慧的英国教授 说的很有道理 中国人做任何事情 总是那样的高效 从来不拖泥带水 当其他国家还在讨论建桥方案的时候 中国工程师已经把桥梁拆除并建好 这就是中国速度 当全世界吹牛皮的人 在见识到中国的速度后 其他速度都变得像蜗牛一样缓慢 中国一直给世界创造惊人的故事 中国速度就是世界发展的速度 中国人到哪里 哪里就会开启忙碌的建设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领导者 中国基建的速度 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全世界的认知 但这还不是中国速度的极限 如果说43小时换桥已经够疯狂 那么接下来的这项工程将彻底颠覆你的想象 中国的工程师们曾在短短9小时内建成一座全功能高铁车站 听起来像不可能的任务 但它确实发生了 这座车站位于福建龙岩 是中国铁路升级改造的重要节点 工程目标是让原本7小时的旅程缩短至1.5小时 那么施工的秘诀是什么 那就是模块化预制 工程师们提前几个月制定方案 把整个车站和轨道系统拆解成可快速拼装的乐高积木 轨 接着倒茶信号电缆甚至站台都在工厂预制完成 施工当天1500名工人分成多支小队 然后进行拆旧轨换道叉 调装预制轨道回填碎时重新布线等 所有环节像一台庞大机器那样同步运转 现场布满激光导向仪 每一块轨道的安装精度都要控制在毫米级 随着最后一节轨道对齐并焊接完毕 天色微亮 新的高铁车站正式投入实用 整个过程仅仅用了9小时 从凌晨到黎明 从老旧到新生 这不仅是速度 更是精密协调 技术与执行力的完美体现 它展示的是一种系统化奇迹 一种只有中国工程师才能实现的效率 中国创造的这项工程奇迹 在英国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一档热门电视节目中 甚至还引发了关于该项目的激烈辩论 并同时借此讽刺了英国臭名昭著的低效铁路系统 就在英国媒体还在惊叹中国速度时 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被这一系列基建奇迹震撼到了 在美国一档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中 主持人这样说道 it's a problem 他們破裂了和重新建立桌子在北京 在43小時內 我們我們看了 他們在建造 當 COVID遭到Wuhan 市民建立了一個關聯繫中的住室 和4000個房間在10天 他們卻沒有用它 因為他們快就被拒絕了 病毒 他們回到啄地發燒泡 我們在家中 我們在家浮著黑暗 用黑市場來索兰 我們不是贏到中國 这句话分析的一针见血 因为在美国 不管是桥梁 地铁 还是铁路项目 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的审批 与施工周期 而中国却能在同样的事件范围内 建成整个高速网络系统 英国著名平车人 杰里米克拉克森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 就被中国的基建给震撼到了 他驾驶在中国的公路桥梁上说道 在1988年,中国没有 motorways at all 现在,30年之后 它们有84,000公里的公里 这是更多的其他国家在世界上 而且只能够进入了自己的挑战 从2011年 他们建立了6,000公里的公里每年 6,000公里每年 这不像是不容易的 在这里没有没有山洞 没有没有山洞 在世界桥梁界有着这样一句话 世界桥梁建设 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 90年代看日本 21世纪看中国 目前中国的桥梁建设水平 已经位于全球的第一梯队 中国桥梁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和彰显综合国力的重要符号 全球超过一半的大跨度桥梁 都是中国工程师建造的 在中国西南的群山峻岭之间 一条钢铁巨龙腾空而起 连接起贵州和云南梁省 这就是北盘江大桥 它曾被誉为世界第一高桥 该大桥的桥面到谷底的垂直距离达到565米 相当于200层楼高 而要建造这样一座高跨度的大桥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北盘江大峡谷 地势险峻 地质条件复杂 狂风 浓雾 低温 更是家常便饭 也从来没有人能在这样如此恶劣的地理环境下建造桥梁 但中国工程师们没有被困难下到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挑战 为了在陡峭的悬崖上建造桥墩 工程师们发明了移动模架 像搭积木一样 将桥墩一节一节的向上搭建 中国工程师还采用了智能混凝土 这种混凝土能够自动调节温度 防止开裂 确保桥墩的坚固耐用 这座桥梁的两座混凝土主塔 威然出力 其中最高的塔高达约269米 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 桥面有22000吨钢材打造 总重量相当于五艘泰坦尼克号的总和 从谷底到桥面的垂直距离 甚至超过了纽约市贸中心的高度 足以装下整座摩天大楼 桥梁的钢篮总长度 达到402公里 如果拉直 可以从纽约市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特区 整座桥梁横跨峡谷 全长约1.6公里 而塔尖的最高点 更是达到了750米 这是什么概念 从谷底到塔尖的高度 比两座埃菲尔铁塔 加上自由女神像的总和还要高 这样的工程规模和技术难度 堪称人类桥梁建造史上的巅峰之作 这种工程与技术难度的水平 不仅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杰作 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 甚至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公开表示 中国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成就 令人震惊 他们完成了我们从未想象过的项目 速度惊人 质量卓越 美国必须向中国的决心学习 同时还表达了自己有多爱中国 我爱中国人 北盘江大桥于2010年10月开工建设 2016年12月正式通车 该大桥投入使用后 立即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各大媒体纷纷抢先报道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主席 John Davis坦言 这座桥若在美国建造 至少需要20年 而中国工程师 只用了6年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项史诗般的超级工程 这样的速度 在世界桥梁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他们甚至在峡谷两侧架设了AI监测系统 实时调整钢篮张力 这样的大型工程项目建造实力 让人很难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这简直比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强多了 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那样 中国正在用基建领域的特斯拉式创新 重新定义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 中国已建成103.3万座桥梁 其中8886座为世界顶级大型桥梁 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显著成就 和工程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 不仅体现了中国桥梁建设的规模 也展示了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强大能力和持续进步 中国工程师强调 这些桥梁是通向繁荣之路的通道 因此连接各经济区的桥梁被优先考虑 毫无疑问 中国的这些疯狂工程项目 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度的技术和雄心的见证 是对全球工程极限的挑战 展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创新 和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随着每一个超级工程的建成 中国不断以创新的技术与先进的施工方法 攻克世界级的工程难题 因此被誉为极简狂魔 此外 中国还在世界各地承担了重大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无一步象征着中国的全球发展驱动力 在中国成为全球基础设施领军者的背后 不仅是科技的飞跃 更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力量支撑 回望百年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满目疮痍 到今天的繁荣盛景 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工程师的奋斗与奉献 汇救了这幅壮丽的时代画卷 然而 这并不是终点 未来中国将继续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 实现现代化 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 更宜居的世界 每一座桥 每一条路 每一个工程 都在连接城市与乡村 连接现在与未来 连接中国与世界 中国的基础设施 不仅重塑了中国的面貌 更诠释了这个国家的力量 基建狂魔的脚步 永不停歇 你认为在未来十年 中国的基建 还会创造出哪些奇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别忘了订阅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